中華女族陣中林重英和隊長王湘慧 是經驗豐富的兩大戰將 兩人都踢過2006年度哈亞運 以及2014的人川亞運 八晚還多了一屆2018年印尼亞運的私利 感嘆時間真的過得好快 所以壓力是一定有存在的 但是我覺得這也是給我自己一個挑戰 然後也是一個目標 對 因為在這個球隊裡面 我是經歷最豐富的 就把每一場的比賽當作是最後一場比賽 這是我最大的目標這樣子 然後也不要受傷這樣子 也會去跟他們討論說 我的喜新是什麼這樣子 那就是打敗一個共識這樣 所以其實也是多方面都是因為溝通的關係 然後才達到就是跟他們有一些好的默契在這樣子 雅運達到這麼多屆 當然是從年輕然後一直到現在 那個心腹歷程當然是蠻 蠻多可以分享的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東西是 嗯 是因為為了一個當下而努力的狀態 就是不管說你今天 踢了多久或者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為了要保持這種 奮戰的意志我覺得是 永遠為了你的當下去努力 所以 我也在為這個努力 所以我覺得 我家的榮譽是非常的重要嘛 當然 但對於我而言 關於我自己的話 我是覺得在配戰的心情方面 不管是說 不管是說 每一場國際賽 因為我不知道我每場國際賽 還有沒有下一場 或者是我的下一個賽季 我會不會繼續在足球場上 所以我是為了這個而努力這樣子 即將第四度征戰亞運的隊長 巴瓦和林琼瑩 都珍惜在國家隊的每一場比賽 而二零一六年之後 再度披上中華隊戰跑的林琼瑩 充滿領袖氣息的特質 據說有學美是抱著跟偶像 踢球的心情練習 但球員不是誰來我都一樣 我站上去我就是 我就是要贏 對 我覺得這個態度 是我們要學習的 每一次可以參加代表隊 我覺得都是一件很開心 很光榮的事情 所以每一天 只要可以來這裡練習 我都覺得很興奮 很開心 過去也擔任過中華隊長的丁琦 今年旅日踢球 信心大增 期待和隊友們一起享受壓力 提出一場場的精采好球 回來 找好東西就上CPSocial